為什麼你那麼喜歡 好 大家好 我是非常明杰 不過講老師 這件T恤是非常有趣 非常好玩 而且讓人實力大增的那件T恤 對 那我們團員們都非常喜歡這件T恤 甚至想要自己再多買一些 我們剛剛有討論這些問題 對 所以希望大家喜歡這件活動 希望大家喜歡這件T恤 謝謝 那明杰明杰也順便分享一下 你多麼愛麥當勞 愛麥當勞 基本上我們就是都是數十孔 公司都會 所以吃到公司會說你們是不是應該要截止一下 對 因為我們真的都非常喜歡吃麥當勞 無論是大賣客 這是已經經典 我個人是也很喜歡禁大雞腿堡啊 還有很多人要賣相機啊 都講得出來 價錢都變得出來 但是這樣不方便講價錢 所以是大家都愛吃麥當勞 Bren啊 快開演唱會的後台就大量送過去了 沒有問題 我們有搬勒手 等一下 等一下 我其實覺得把一個漢堡穿在身上 很可愛的一件事 我本來以為這個大賣客上面是漢堡真好 所以我才發現 Stair有經典的小鼠 我覺得這個結合非常有趣 那我本身其實很喜歡吃大賣客 因為其實 就是我有一陣子在減肥 因為我很胖 那其實麥當勞 給大家的印象好像都是油炸的比較多 所以我就會點大賣客 因為他比較少油 其實他好像沒有炸的東西 所以我就會一直吃一直吃 還有一陣子就是因為 那時候非常喜歡的NBA 然後大賣客也會送那個送飯 我就不停一天到晚就是吃 從頭到晚就是吃大賣客 其實那個很爽 如果每個月大賣客可以繞台灣一圈的話 台北到桃園那段應該是城翔的 樹林以南都是我吃 大家好我是黃正 那非常感謝麥當勞大姐 還有我們邀請我們來參加這次的活動 那我覺得今天身上的這些衣服呢 它非常的簡單大方 然後再配上運動鞋和運動褲 就不思好看也就直接說著就走 要打球就打球 是一些非常機能性和外觀都可以顧到的衣服 你講完伯樂兩間人都笑了 那你自己喜歡吃大賣客嗎 我喜歡啊 因為通常那個 我們都會在群組裡面 就會留下一個記事本 然後要吃什麼就 就那個留言 然後我都直接說造就 意思就是我就要大賣客 我們的群組名稱就是 special什麼大賣客吃到飽 認真認真 認真 是是是 然後洪正如果馬上開演唱會 演唱會上很多錢的話 你會點什麼麥當勞 我會點什麼麥當勞嗎 如果說 要點麥當勞的話 我一定點大賣客 然後素條 但是可樂的話不要 因為有氣嘛 所以就改成檸檬紅茶 喔 少見美茶 接下來我們歡迎要 HAPPY BIRTHDAY的魏京 今天很開心可以來參加這個活動 那我覺得這個衣服呢 非常的有活力 非常的高 而且要非常的繽紛 而且要非常的繽紛 然後我覺得穿上這麼繽紛的衣服 一整天的心情都會很好 所以我非常喜歡這種繽紛的衣服 那明天要過生日的 如果你要點 要來 因為過生日的話 你會想吃什麼樣的麥當勞呢 喔麥當勞 我一定點大賣客 然後薯條 飲料我都不要 因為我要換成玉米濃湯 然後再把薯條沾著玉米濃湯 所以BENDA 這是行家的行為嗎 這確是網友 他們很推薦的一個方法 謝謝文婧的那種 明天生日 我們在那邊敬禮之敗好不好 大家好 我是以恩 我非常喜歡就是 這個大賣很厲害 因為我覺得它是黑色 我本人很喜歡穿黑色 因為我覺得出去的時候很低調 但又不失那種 又不失那種感覺 我覺得很酷 就我作為我們新一代學生的時候 我覺得穿這種衣服出去跟朋友 不要這樣講就很酷 那大賣客永遠都是你的No.1嗎 大賣客永遠都是 大賣客永遠都是 演唱會之前 我們好好地讓你 補充一下 那維靜 那個今天的